在1937年7月初 何应钦在重庆整军 因为这次整军牵扯到川军的利益 很多川军将领都很抵制 何应钦无计可施 整军就陷入了僵局 然而当七七事变的消息传过来之后 所有的川军将领都义愤填膺 立即找到何应钦 说只要能够北上抗日 不管南京提什么样的条件 都统一 哪怕把川军都打光了 也要把日军赶出去 这个片段非常热血 无数读者都在为川军点赞 其实如果能够了解一下 当时川军老大刘湘跟蒋介石的矛盾 川军这个举动就更让人敬重了 大家都知道 蒋介石虽然统一了全国 但是这只是名义上的 实际上各地军阀仍然在各地为政 根本不听蒋介石的 尤其是四川 老蒋一直都想插手 但是呢 四川的老大刘湘也一直在跟他阳奉阴违 蒋介石曾经派人去四川训练宪政人员 刘湘说 这样的小事和老委员长费心 四川人自己就能办得到 您歇着吧 后来二人是各让一步 以刘湘为政 蒋介石派人为父 刘湘怕蒋介石拉拢四川的官员 让邓汉祥告诉四百多名川级的官员 说咱们都是川人 将来啊还是要吃刘主席的饭 你们自己看着办 这些人当然是都得听刘湘的 蒋介石啊水迫不济白忙一通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七七事变后 刘湘无条件的服从蒋介石 亲四川全力抗战 才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啊 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后 率三十万川军出川抗战 当时啊刘湘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邓汉祥劝他不要轻动 留在四川主持大局 但是刘湘说 过去打了多年的内战 脸面上不慎光彩 今天为国效命 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但是可惜的是 刘湘出师未竭身先寺 于1938年1月20日重病身亡 年仅50岁 临终前刘湘留下了那段著名的遗著 于此次奉命出师抗日 志在功赴前敌 为民族争生存 为四川争光荣 意尽军援之天之 不亦肃病复发 未尽所愿 今后唯惜我全国军民 在中央政府及最高领袖 蒋卫元长领导之下 继续抗战到底 有望我川中袍则 一本此志始终不渝 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 川军则一日势不还乡 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 以求打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 另外一步 中文字幕志愿者 co